至於尾關,我會介紹星期五 29場的貝格拉諾對圖庫曼體育會 這場比賽我介紹了什麼呢? 我介紹過半場主客和的和球,1.85倍 怎樣選擇呢?先看看這兩隊的近跡 主隊這隊,近幾場賽事有和,有贏,有輸 反而作客這隊,圖庫曼體育會 在作客賽事中,有四勝三和三虎 排名方面,圖庫曼也非常好 第二位,貝格拉諾基本上是23位 也是一隊主場排名較低,對著作客排名較高 為何我選擇他和球呢? 主要是,主隊貝格拉諾這隊 對著很多球隊都經常會失球 或者是半場0比0,輸0比1,0比1 但圖庫曼呢?他最後一隊主場排名較高 但圖庫曼呢?他最後一隊主場排名之後呢? 當然是出局了 他之後的成績也不錯 在半場也可取得0比0,或者贏球 贏2比1,2比0 我選擇他半場和的原因 本身是阿根廷波呢? 尤其是在圖庫曼 或者是這隊貝格拉諾呢? 基本上他的戰績呢? 就不是太顯著之餘呢? 其實他們兩隊的對賽往職呢? 經常都是和球的 我們先看看這個參考數字 其實對賽四次呢? 四次都有三次和球 一次是圖庫曼贏 在主場裏呢? 主隊貝格拉諾呢? 也贏一次和一次 但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看看這堆數字 那麼 在六場裏呢? 其實是半場和了 四場 也有兩場是主隊勝 那兩場主隊勝 都是圖庫曼來的 那麼 在主隊貝格拉諾 他主場對著圖庫曼這兩次呢? 兩場都是半場和的 那麼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要理他下半場 什麼賽果都好 最重要是半場是0比0 或者是和球的 那麼1.85就順利收錢的了 那麼 看一條二川一怎麼買 然後二川一 那麼 200元條 那麼 頭關讓球的 那麼 27場的雷加利斯 讓平手半球 對著亞拉維斯的 買主 1.87倍的 那麼 第二關呢? 就是半場主客和的 那麼 那麼 配格拉諾對圖庫曼體育會 買半場和的 1.85倍 那麼 總額200 那麼 如果成功二川一過關的話 那麼 有691.9的 那麼 正回報也有491.9 那麼 那麼 希望這條二川一 在美輪的 第二輪的推介 那麼 成功幫到大家了